一名自由的乐少 未尽孝道 放弃音乐 与妻子分居两地 我说我一定能做成一件事 一个陌生的行业 他如何独自承受物质精神 双重重压 把自己要说的话都写在日记 一个峡谷柔情的北京汉子 如何用18年完成家庭责任 又如何用养无力创造百万财富 敬请收看本期《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智富》从这里起播 各位好 我是韩东 看我穿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要亲自动手致富 好了没有 好了 你给我 我们看一下 这是刚刚采集起来的 公狐狸的经验 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给狐狸的人工受精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 天美特种动物养殖基地 每年到了这个时间 所有的人都是特别忙碌 就是忙了这件事情 就是给狐狸来配种 因为一过完年 就是狐狸的一个交配期 今年的这个收获怎么样 就要看这段时间的工作成效 当然了 这些忙碌的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是最忙碌 也是最操心的 那就是这个养殖基地的负责人 尹志佳 你好 你好 老远 你这是干忙活什么呢 我正在准备稀释 刚才采出来这只狐狸的经验 为什么要稀释它 稀释的话呢 就是说能够把这个种公狐的这个好的基因 能够扩翻 采这一次量能出很多只 如果自然配种的话 一次也只能配一只 您讲起来好像是很专业的这个东西 是啊 能够学会这个对门技术的话呢 也是说起来还真是原色 2000年 为了改良养殖场的狐狸种群 老尹花了两万多块钱 从芬兰引进了六只芬兰纯种公兰狐 打算与本地母兰狐进行配种繁殖 大尺码的毛指好的兰狐有价 这价格比较高 那么咱们地产的狐狸的话 只有13次斤 12次三斤 引进人家芬兰的这个狐狸呢 都在30斤以上 那么呢 通过他们改良咱们国内地产 就只能够提高 当时皮毛市场上 皮张大毛制好的进口蓝狐皮 比本地蓝狐皮 价格要高出三倍左右 老尹期待这次的饮种改良 能够给养殖场带来不错的收益 六只进口蓝狐 到了养殖场之后 老尹立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让他们和中国蓝狐 谈一场跨国恋爱 当时就是放在一起 希望他能够自然交配 可是当老尹把进口蓝狐和本地狐狸 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傻眼了 根本就爬不上去 又肥又大 特别笨 那是不可能配上的 原来进口蓝狐 比本地蓝狐的体型大 显得笨重 让他们在自然状态下 完成交配 不但不可能 本地狐狸还对进口狐狸 表现出了极不欢迎的态度 这下可把老尹急坏了 因为狐狸的发行时间 就是三四天的时间 如果这几天要是配不上 这狐狸一年就完养了 就在老尹着急 无奈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给狐狸做人工受惊 当时的老尹还是第一次听说 狐狸也能人工受惊 通过朋友介绍 就知道石家庄这有一家大厂 他这是在国内算是最早 搞狐狸这个品种改良 真工受惊的 老尹打听到石家庄 有一个养殖大户叫周兰喜 精通狐狸的人工受惊技术 于是他赶紧带着一丝希望 火速赶往石家庄 希望从周兰喜那里 学会人工受惊 尽快给狐狸配种 可是周兰喜对老尹的突然到访 似乎有些顾虑 我们在97年开始搞人工受惊 而且还搜了不少玩意 这某图事件的经验 我还是真不愿意给别人说 一个想学 一个不愿教 严瞅着狐狸的发情期 只剩下一两天 老尹急坏了 虽然当时手头并不富裕 但是时间不等人 老尹决定先不学技术 花钱让周兰喜帮忙配种 谈好了价钱 老尹把24只已经发情的母狐狸 和6只进口兰狐 拉到了周兰喜的养殖场 交给对方进行人工受精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配种的这几天 一个意外的惊喜 从天而降 媳妇这边家有个亲戚 叫我们到家里去吃饭 吃饭之间聊天说起来了 说起来了以后 问我来干嘛 我说在这配狐狸呢 他说你是在周兰喜那里吗 我说您怎么知道啊 他说那是外上 我说太棒了 我说您今天得跟我去一趟 没想到这个周兰喜 竟然和自己是远房亲戚 老尹赶紧拉着亲戚 去找周兰喜 两个人的关系 就这样逐渐变得熟络起来 有了这层关系 周兰喜无偿地 把狐狸人工受精技术 传授给了老尹 这个技术 让老尹的养殖场 在接下来的几年 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您现在做的 这个是一个什么工作 这是给他 这个就是把咱们刚才 采的那只工夫的精液 输到这只母蛊里去 我们可以把这个 做生机给我推一下 推一下就行 是吧 就可以了 好嘞 这就可以了 是吧 嗯 好了 那这样他就会 就算是人工受精完成 好了 这个输精 这只母蛊的输精就结束了 他一定会怀孕吗 一定会 是吧 嗯 那这个他怀孕周期有多长了 52天就可以掺的 周兰喜的出现 不但让老尹 学会了很多专业的养殖技术 还让老尹 学会了对皮货市场行情 进行预测和分析 而在此之前 老尹养狐狸 一直都是一个人摸爬滚打 十分辛苦 那会儿就是瞎着过河啊 就是摸着走 年轻时候的尹志江 曾经是河北京剧院的一名乐手 这份自由的工作 尹志江非常喜欢 尤其是女儿的诞生 更让他对当时的生活 感到十分满足 而在1996年的一天 老父亲的一个决定 让尹志江对自己的人生 做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调整 父亲呢 就在我那儿住了几年 住了几年以后呢 年纪大了 大了以后呢 就是想着呢 回老家来 落叶归根嘛 完了之后呢 我想呢 我要是他要回老家 我就没法照顾他 尹志江的老家 在北京西极镇 母亲去世之后 父亲一直跟随尹志江 在石家庄生活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父亲回北京的心情 越来越破解 为了让父亲的晚年不留遗憾 尹志江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跟随父亲回到北京 在西极镇 选一个养殖项目 既能照顾父亲 又能补贴家用 当时很多的项目 想了很多 最后觉得呢 听朋友讲 说这个狐狸这样 一个是价值比较高 另外养这个东西比较少 老尹听说 当时一张狐狸皮 能卖六七百 而自己在经济院的工作 每月只有一百 于是老尹下定决心 带父亲回西级养狐狸 当时嘴上说的是支持 但是内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 1997年3月 老尹告别了河北的妻子和女儿 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 两万两千块钱 买了十八只狐狸 来到了北京 开始了他的养殖之路 他把老父亲也接到了养殖场 以免照顾年迈的父亲 以免对第一批狐狸进行配种实验 一个搞艺术的人突然变成了养殖户 陪伴了他身边的不再是熟悉的乐器 而是陌生的狐狸 他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吗 在那段日子里 老尹选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排解心中的各种不适 那就是写日记 1997年4月5日 因我在这里过着像僧人一样的生活 让我觉得苦中有乐 这个词在这里得到了全部体验 真的感觉到听听你和孩子的声音 对我来说都是奢望 来时带来的钱已经全部花完 当时镇上只有一部电话 老尹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时间 和妻子女儿报个平安 聊上几句 可是对家人的这种牵挂 很快就被养殖场里繁重的工作所取代 狐狸马上就要进入最关键的配种期了 这18只狐狸 是尹之江用自己全部的积蓄换来的 老尹每天节衣缩食 尽最大的努力 给这些狐狸最好的喂养和照料 可是即便如此 麻烦还是来了 喂食然后发现有一只就躺在那 我以为他在睡觉 我就去捅一捅 结果不动 发现已经凉了 死在里面 当时正在喂食的是老尹的外甥小曹 很快他就发现旁边还有一只狐狸 也同样已经死亡 特别的伤心 财产 我们未来的希望 一下子 是赶紧跑过去 他特别着急 当时跟我讲 他说你看 这个 这两只狐狸 您看怎么办呢 当时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 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当时还是个门外喊的老尹 完全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 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两只死狐狸心疼 这两只狐狸 2400块钱就没了 自己的工资才100多块钱 当时真的是 就是损失确实是很大 接下来让老尹更揪心的是 除了这两只狐狸莫名死亡 其他的狐狸 也开始出现了异常反应 陆续发现这个狐狸 普遍的都拉稀 一开始是拉稀 后来逐渐的呢 就是拉血 这可把老尹急坏了 照这么下去 18只狐狸将会全军覆没 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去请教 老尹只能找到买狐狸的那家 我说你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当然他问我 他说你打疫苗了吗 本来像按道理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他们打疫苗才对 早就应该打了 这些狐狐狸可能是因为没有注射疫苗 得了犬温 想到狐狸也是犬科动物 老尹就找来了给狗打的疫苗 加入抗生素注射给了狐狸 及时做了防疫补救的狐狸 渐渐好转 老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因为狐狸开始进入发情期了 第一年有没有收入 就看这段时间能不能配种成功 每次配种的时候 就是说 只是把两个笼子抬在一起去 门对门 然后把门打开 把这个赶过去一个 然后把那个门插上 就是这样 结果也不知道 那会实际上你共到一起之后 实际上狐狸并没有发情 并没有到那个时间 这时候就出现打架 配种根本就没有老尹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不懂技术 十二只母狐只有一只怀孕 这意味着养殖厂的第一年 一定是负债经营 没有收入 却还要承担每月上百元的饲料费 这笔钱 老尹只能找妻子要 我情绪挺好啊 各个方面都不错 挺开心的时候 他一般就会说 他说你看我那厂里需要 住点自己 岳母呢好像就认为我 你可能不是那种做生意的料 说你那干脆你也别干了 你就在家看孩子算了 媳妇一个人忙就可以了 当时就觉得说听了这话以后 心情特别不好 觉得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啊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我宁可就说再怎么失败 我说我一定能做成一件事 那些年日记是老尹唯一的爸 女儿曾经不理解父亲 在养狐狸这件事情上 为什么这么执着 若干年之后 他在父亲的日记本里 找到了答案 我的好孩子 我爱你 将来你长大了 我一定要向你说个明白 因为除了你 没人能够明白 爸爸活着挺没劲 要知道 就是这没劲 激起了我最真实的 最严实的工作 我要证实 你不知道爸爸有多想你 等你长大了那一天 你会明白 爸爸所说的一切 为我 也为你 由于不懂技术 在第一年 老尹的养殖场 只有一只狐狸怀孕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摸索 他渐渐掌握了母狐发情的征兆 也懂得了在什么样的时机 给狐狸配种 怀孕几率更大 终于在第三年 一百多只幼崽的诞生 让老尹看到了希望 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有上百只了一人 上百只了呢 我们除了把母留下以后 卖了六十多张 接下来的几年 养殖场在老尹的全新投入下 逐渐步入正轨 2002年 养殖场的种狐 已经达到了两百多只 老尹开始涉足皮毛加工 第一次定制的六十张狐狸皮 维博就给他带来了十万块钱的收入 当时那个激动 特别激动 因为终于就是说的 我可以 我相信自己 我能干好这一行 2007年 养殖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上千只 老尹也成了当地的养狐大户 那一年的收获 是老尹养殖狐狸十年中最大的一次 那会儿的话 已经有七八百张皮子了 当时那已经就觉得 哇 已经很成功了 可是让老尹没有想到 这七八百张皮子 给他带来的并不是大丰收 而是十年来 他从没有遇到过的最大危机 我现在是在河北苍州 尚村的皮货交易市场 哇 好热闹 这地方人山人海的 这个地方的皮货交易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清代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习俗 一直延续到现在 比如说他们的交易日 是定在农历的1469 其他的时间 这地方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 当然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老尹 他的大宗交易 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 在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皮货市场 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大事件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对老尹的生意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06年 那时老尹的养殖场 已经发展到600多只狐狸了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蓝狐皮一张能卖到700元 那么当年就能收入40多万元 老尹的心里却判算着 如果赚了钱 他一定要拿出一部分钱 帮助一个人 我老尹在家是最小的 所以说我这做姐姐的就多疼他们了 一个农民来说 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太好 自己的生活条件已经不错了 但是考虑到当时家里的 比如说姐姐 他们条件不是还好 和亲人团聚 帮助他们脱贫 这是老尹养狐狸的初衷 所以老尹在养殖的过程中 对待狐狸格外的上心 没多久 他的皮张质量 在圈子里就小有名气了 每年一到了收获的季节 皮货商们都来亲自挑选 如果说前半年是老尹和狐狸忙 那么后半年就是老尹和皮商忙了 不光是打电话的 这简直是 就是说来一波走一波 来一波走一波 有成交的 有谈不成的 那就反正这一天忙个不停 2007年冬天 本该到了皮货交易的高峰 可是老尹却发现 今年的办公室格外安静 别说没见到皮商 就是变化也没有几个 只要你电话少的时候 你就明白 现在行情是不好的 2007年爆发了一场 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国内皮货市场 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以蓝湖皮为例 从最高时的700元 一下子跌到了200元 2007年到2009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 让整个皮货市场深陷萧条 在皮草价格暴跌的时候 市场上再也找不到老尹的身影了 而这时候 他的家人却发现 现在的老尹 好像和从前不大一样了 他过去看电视的时候 就被关注体育节目 军事 新闻 突然有一段时间 他老看 时装 模特 有一年 女孩穿的那种雪地靴 挺流行的 怎么样的 这方面他倒是挺关注的 女孩 他流行穿 戴什么围巾 老尹突然关注起时尚了 这让家里人很纳闷 因为老尹这人 平时看起来是很难和时尚搭边的 那老尹到底是怎么了 当时有一种 有一种女孩子穿的鞋 就是鞋口 那个就是猴子 猴子皮做的 那么当时前几年 就是积压下了所有的猴子 就是因为这一个鞋口的话 就是很快就销售了 销售以后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老尹就经常和同行们 诉诉苦交流一些见闻 而一个关于猴子的信息 却引起了老尹的注意 老尹心想 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不能只吃等待 应该主动做些什么 每年流行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必须关注 根据这个流行这个趋势 我们可以大概判断一个 就是某一个品种 在来年 它的这个销售趋势 会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就是可以多生产什么 少生产什么 我们可以做一个安排 老尹发现 每年流行的皮草款式不同 各种皮帐的价格 也微不同 不同球皮服装 需要皮帐的颜色 长短 密度都是不同的 老尹相信 只要抓住了流行的趋势 那就等于抓住了商机 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你的一个场地了 那边是一些种糊对吧 对对对 我看这里边还养的那边是银糊 蓝糊 那边还养的猴子 是的 你为什么养那么多品种 作为这个毛皮行业的 它这个特点的就是说 这个品种多了呢 就是能够更好的这个抵御风险 这个毛皮行这个市场上来说呢 它很少有同时都涨 或者同时都降的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说呢 你假如说我要多品种的话呢 他就他就是说呢 这个降了 那么我这个涨了 那么我总有一个会挣钱 那么呢 我就能够保证这个厂子 这个正常运营 正常发展 就保证自己立于不外之地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 是的 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 原来皮草行业此跌彼长的规律 让老尹看了个明明白白 它这是打起了 搞多种养殖的盘算 而在众多引进的品种当中 有种不起眼的小动物 就是这种小动物 让老尹真切地体会到了 读懂市场的好处 而且在老尹最艰难的时候 还帮了它一把 07年呢 当时整个这个毛皮市场都不好 好像都不景气 尤其是以这猴子 就是跌了一塌 在这之前呢 05 06年呢 当时我就想 引进这个猴子这个品种 可是因为当时的价格太高 当时是五六百块钱一只 那么呢 等到07年的时候呢 当时猴子跌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每只 50块钱的小崽子 我们每50块钱一只 这样我们引进了 我们一下子 就引进了一百多只 原来老尹真是看准市场变化 超了个底价 等到2008年下半年 当市场慢慢回稳时 老尹把手里的猴子一出手 一下就赚了十多万 而且把攒了三年的 1600张蓝湖皮 以500元的价格出手 又让他赚了八十多万人 2008年 不仅为姐姐一家买了房子 而且又扩大了养殖规模 可以说 老尹靠自己的经营策略 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个是成了还是没成 我怎么一看就明白 没成 没成 我没有见你们谈价格 都在谈 不用谈 都是靠摸手 这个是怎么弄 能跟我说一下 对摸手的话 就是说 你们在底下干嘛 那我说给你 这是五 这叫六 这叫七 这叫八 这叫九 这叫十 也叫一 知道你们大爷的意思 但是我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说 我给你五百六百 不能让他知道 也不能让我 就是你还有别人 你也知道这样 到时候怎么成 成交不了 大家都遵循着这个规矩 对对 秀里乾坤 秀里乾坤 没错没错 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皮子好不好 咱不能问养殖户 为什么呀 他是养的 他肯定要 吆喝这东西好 咱得找一个 专门生皮子的 这个是店主人 安老板 是吧 你跟我说 怎么来 来分这个皮的好 老师 你看 谁一看 他个儿 个儿大 毛好 色好 这 比较好 这色 可以 可是你说的 个儿大毛好 色好 我怎么觉得 看上去 似乎都一样 都这样 看这 色 看这 有点压力 那少看 少也不好 对 就是你要是一比较就看得出 一比较 眼光是很稀 但少看他一发 两毛也大 也大 这都差一倍 分手好 就是这个就感觉 明亮一些 毛色 毛也大 毛也大 那只是 从这方面 副菜率 它就多 还有别的 看这儿 它有参 这个也是刺 哪是 这就算残 它这个 它也做 副菜 它用 很大 质量上乘的 狐狸皮 具有毛长 光亮 密度大等优点 而且市场价格 也受其影响 会相差几百元 可是 要怎么才能培养出 优质的狐皮呢 这一个狐狸的品质 这好坏呢 首先 第一是品准 那么第二是饲料 需要比如说 喂鱼 我们讲叫含硫胺基酸 对毛的生长 都非常有好处 你只有这样 科学的喂养 最后呢 你才能够生产出 优质的皮胀 一天的市场交易 就快结束了 那么 今天老眼 到底能不能 满载而归呢 这个就算成交了 是吧 是的 什么价格成交了 你们刚才 这个价格 老尹刚才 以这样的价格 成交了他今天的生意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成熟冷静的商人 但是从那一本 写满了这个辛酸的经历 和对情感的向往的 这个日记当中呢 我们能够感受到 老尹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18年前 他因为这个责任 回到了北京 18年后 他因为坚持 而成就了今天的事业 责任和坚持 就是老尹成功的发报 养殖油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 回乡创业搞种植 野猪来捣乱 怎么办 我能不能用什么方法 不止野猪都整完是我 想把野猪娶回家 巧失美难记 可野猪会爱上家猪吗 公主 让野猪给零化 11年的创业历程 一个大学生 如何用执着与智慧 打造自己的养殖品牌 敬请收看下期的 生财有道 天湖沟的养殖妙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